星岛日报报道 旅发局和韩国娱乐媒体公司CJENM 签署三年的谅解备忘录 今年开始到2024年 双方计划在国际旅游恢复之后 合作安排韩国剧集和众艺节目来香港取景 预计一众大热韩星将会来到香港进行拍摄 牵起香港旅游热潮 CJENM将会在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中加入香港元素 旅发局会就节目的取景地点 和香港地道文化的呈现提供意见 大公报报道 政府第二期消费券会在星期五发放 有调查发现超过三成市民 预期收到第二期消费券之后 会加码500到1000元消费 至近两成的市民甚至会加码消费1000元以上 为迎接消费旺贵商机 各大商户纷纷加推优惠给客 有餐饮业界说 今期消费券将可带旺食市生意额 增加一成半以上 并可望延续到年底圣诞 有酒店业界说 由于当前不是假期 酒店宅度假大多安排在周末 但随着11假期的到来和消费券的发放 不少酒店都推出几百至几千元不等的食宿套餐 吸引消费者